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加拿大的森林大火从今年5月份开始狂烧 至今不但没有扑灭 而且还有失控的趋势 根据报道 加拿大今年发生了好几百场的野火事件 比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12倍 截至目前为止 这场野火烧毁了加拿大至少380万公顷面积的森林 超过12万户人家被迫逃离家园避难 那如今这场越烧越烈的森林大火 所产生的烟雾是已经波及到了加拿大的邻国美国去了 美国中西部东北部还有东南部的十多个州属 都发出了空气质素恶化的警报 大约1亿名的美国民众受到影响 其中美国纽约市的情况最为严重 空气当中含有的污染物 浓度是已经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10倍 加拿大境内野火狂烧 所产生的大量烟雾弥漫到美国纽约市上空 整个城市像是打开了末日滤镜 被橙红色的烟雾埋没 这不只是导致空气质量迅速恶化 能见度也下降 许多摩天大楼在浓烟笼罩之下 只能在朦胧中隐约看见 纽约市长也呼吁民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并建议必须外出的民众戴上口罩 镜头转到美国第六大城市费城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街道上不少民众都戴上了口罩 由受访的民众表示 受到恶劣空气的影响 他们开始出现像是头痛的症状 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一眼望去 地标性的建筑物一片灰蒙蒙 能见度大大降低了 但仍然不影响到访游客的出游计划 旅游景点依旧聚集人潮 同时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 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已经派遣了600名消防员 前往加拿大 协助加拿大应对这场野火